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普通人商学院,我是苏美美 今天分享的是美国音源店美女爱好者的YouTube赚钱套路 很多人都知道,YouTube是全球最大的视频平台 是Google公司旗下产品 YouTube平台较公平的内容推荐算法和广告分成的获利方式 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红,并获得可观的收益 我们计划做一系列YouTube赚钱套路视频来分享给大家 今天是第十期美国音源店美女爱好者的YouTube赚钱套路 本期视频主要分享一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频道主介绍 第二个,获利方式和具体收入 这个频道叫Borgan Bethany 它的视频主要是美国音源店毫无分享 收纳之物DIY,家居装饰DIY等等 包括创意设计和动手示范 每周发布三到四个视频 大部分时长在10到15分钟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数据 截止到2019年11月25日 这个频道一共发布了418个视频 订阅用户数有60.6万 总播放量为4531万 它的代表作有 Dollar Tree金编大理石纹植物价DIY 播放量224.8万 你一定要尝试的8个Dollar Tree圣诞小玩意儿 播放量150.6万 不到90美元 组装一张宜家Alex系列桌子 播放量99.3万 获利方式和具体收入 这个频道的收益主要有两部分 平台广告分成和外部合作收入 平台广告分成 总播放量4531万 我们按每千次播放一美元收入估算 总收入约为45310美元 约合人民币31.86万 这个频道运营了三年 平均收入10.6万元每年 统计网站给出的平台每月预计收入 在8301元到6.64万元之间 外部合作收入 它的部分DIY视频中会出现商品的导购链接 这部分导购收入暂时没有数据 根据统计网站的数据 它单个视频外部广告的收益约为6293元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美国姻缘店美女爱好者的YouTube赚钱套路 总结一下 这个套路的关键点在于 搜寻姻缘店好物 制作分享DIY创意视频 对逃货达人和DIY爱好者来说 这类视频的制作门槛并不高 我们在普通人商学院社区 也分享过一些视频制作和编辑工具 欢迎来获取 对于粉丝而言 Bethamid的视频 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姻缘好物和DIY创意分享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体面和精致 如果你想模仿它 可以先定个小目标 利用业余时间先做到一万粉丝约入一千元 改善下伙食也是极好的 5G时代快来了 视频市场空间和机会都非常大 门槛也非常低 对草根人群也许是不错的创业机会 我们做了一套 如何做一个赚钱的YouTube账号教程 是视频版的 目前只免费提供给 普通人商学院社区的成员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微信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加入 普通人商学院社区的入口链接 我们也会放在这个视频下方的介绍资料或评论里 看完这个赚钱套路 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来普通人商学院的公众号下给我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学习 如果你想要免费的视频制作和编辑工具 也可以来普通人商学院的公众号下给我留言 如果这期美国音源店美女爱好者的YouTube赚钱套路 对你有启发或者觉得有点意思 欢迎把它分享给你更多的朋友 帮助他更多了解这个年轻的世界 今天是我们分享的YouTube赚钱套路系列的第十期视频 如果你觉得还不过瘾 我们还在普通人商学院公众号分享了 如果你对这些赚钱套路感兴趣 一定要关注普通人商学院 内容是全球范围的 学不会也可以开拓眼界 希望你尽快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赚钱套路 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除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普通人商学院视频 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 在那儿每天我们都会分享一个赚钱套路或实用工具 在微信中搜索普通人商学院就可以找到 希望它可以帮你找到适合的赚钱套路和工具